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這次我們介紹的是一隻鋼鐵人的角色 它是戰爭機器的一個特別版 就是你在電影裡面其實是看不到的 它的暱稱叫做乳牛 因為它是黑白色的一個部分 那首先你先看一下它的外盒 外盒就是整個霧面黑 所以你從外盒上面呢 其實你很難判斷到底是哪一隻角色 除了從英文字裡面 你可以看到Warm Machine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外盒打開 打開之後呢 整個內盒是成件一樣的質感設計 那我們把這也打開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主體的部分 基本上這整隻呢跟原本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怎麼叫原本就是跟那個正常顏色的版本是一模一樣 只是因為它是塗白色的 那唯一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有做白色的塗裝 然後不然所有的配件都是一樣的 而且它還沒有附黑人頭雕 原本的那個戰爭機器還有附黑人頭雕的部分 所以這還是比較大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把主體拿出來介紹 背面的部分就是 一般你可以看到早期的底座 這我就不把它拿出來 那主體的部分呢 就是除了它的槍 好,我們把它翻過來 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槍也是有塗白色的 好,你可以看到槍也有上白色的地方 然後跟銀漆的地方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到顏色的一個差異 所以其他的部分其實都是一樣 這把槍有兩把 那它的上色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呢 背後的機槍 上色也是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黑色的地方跟 銀色的地方 好,那就是背後 機槍的部分 好,然後再來就有一個 蛋夾 那原本的那個蛋夾 我記得好像是 金色的吧 看一下 欸不是,也是銀色的喔 就是也是這樣子的 銀色的部分 只是比這個銀色再深一點 好,那這個是 這個部分齁 那原本的那隻呢 我可以把它拿過來 讓大家看一下齁 好,那這是 原本的部分齁 那你可以看到原本的顏色跟 黑色的其實是有 差異的 然後包含這邊的 上色其實都是 有差的齁 然後包含這個 旁邊這把槍 上色也是有差 那基本上只差在上色啦 那原本這個 還有多附了一個 帶命具的頭雕 那 乳牛板是沒有齁 通常限定版的 附的東西都是比較少 好,那我們把乳牛板拿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其他的配件我就不裝啦 因為裝起來跟 灰色的地方是一樣的齁 所以我就不刻意去裝 其他的配件 主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的 跟原色版的一個差異 然後還有就是 質感的部分 好,那特寫看一下齁 就是 白色的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其實非常的 白 它並不是所謂的灰色齁 所以 大家才會叫它是 弩牛板齁 就是黑色跟白色相間的部分 那其他的 這邊上面的浮水 應該是轉硬子 或是浮水印啊 都是跟原本那一支是一模一樣的齁 包含它 可能有做舊化的地方 差不多就是有刮到銀漆的部分 都是跟原本上色是一樣的 好,那再來是側面的地方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整支都是跟 正常灰色版 是沒什麼差異的齁 雖然 有很多人喜歡這個 版本啊 可是我覺得其實灰色版是比較 我個人比較偏好灰色版 這個顏色實在是 黑白版其實 有點 太卡通了一點點感覺齁 不過據說這一版的 因為我電池都拔掉了 據說這一版的 都是亮紅燈齁 就是眼睛跟胸口都是紅燈 然後呢 原本的 銀色版 就是灰色版的 眼睛是紅燈 那胸口就不是 好,那你可以比較一下這兩支的一個 差異的部分 雖然我個人比較 偏好喜歡 就是 灰色的部分 不過現在好像 乳牛的價格 居高不下齁 比黑色版 高的還蠻多的齁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各個角度 好,那可動的部分呢 我就不刻意再介紹了 因為可動的部分跟之前 灰色版是一樣的齁 因為兩支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對可動有興趣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灰色版這支的可動的部分 那主要呢 這邊讓大家比較一下這兩支的一個 顏色上的差異 那實際上並沒有 沒有什麼細節上的差異 所以我把它轉到背面 可以比較一下背面的部分 好,那一支有裝裝甲 一支沒有裝 你可以看一下 好,那是背面 好,那這個我就不把它上轉轉熱了齁 那最後呢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那主要是因為這支呢 我們已經 之前介紹過一般版了齁 那特別版的部分 只是顏色上的差異 我們其他的部分就不再做 就是重複性的介紹 好,那有任何需要 預訂的商品呢 都歡迎可以找我預訂齁 然後 關於新品或是舊品的介紹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大人玩具開箱的 玩具介紹